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 由台服传播中心所出版 由亨利克劳德博士 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 所共同著作 《无苏心美师母》 所翻译的《为孩子立界线》 今天要看到第三章 孩子需要有界线的父母 教导界线的第三个障碍 就是认为爱和不同是敌对的 不 如果你爱对方 并不一定是要完全的同意对方 一起来看这一本 《为孩子立界线》第三章 孩子需要有界线的父母 第六个部分 当十二岁的朗尼 带一张全是第一分的成鸡丹回家时 太太苏西告诉先生凯斯说 这是朗尼需要承担后果的时候了 朗尼智商很高 但是老师说 她在班上混得很凶 你和我需要和她谈谈 不准再打电话 晚上不可以出去 不可以看电视 或任何可以弥补这件事情的方法 而丈夫凯斯回答说 亲爱的 我知道成绩是个问题 但是朗尼需要知道我们爱她 如果我们像你讲的那样敲下铁锤 她就会认为我们不关心她 我们可能就会把她输给帮派去了 我们只需要和她坐下来讲讲理 我保证她会回头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 过了很久 朗尼仍未回头 直到她四年以后 从职业学校辍学去当兵为止 军队的纪律的确帮助朗尼成长 但她已经丧失了许多时间和机会 她的爸爸凯斯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 就是认为给儿子纪律 与儿子看法不同 以及失去爱是同一件事 她不想做任何事情来危害她和孩子之间的情谊 许多父母都误解了 他们害怕和孩子之间意见不合 当面质问 或甚至只是不一样 就等于破坏亲子关系 所以他们继续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什么评语也不敢在孩子面前说 直到事情真的弄糟了才恍然大悟 实际的情形是爱和不同是可以并行的 不是威胁 事实上你能够与某人不同的广度 就是你能真正爱他的广度 如果你从未和所爱的人有过不同的意见 你们之间一定很有问题 有些人很怕在别人面前表现真正的自己 圣经说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你如果不能接纳与你意见相左的人 就不是真正爱他 但这不是说爱就要失去你自己 而是使你更有自由 更有能力来做自己 凯斯对朗尼所能做最有爱心的事 就是和朗尼坐下来 清楚地向他说明他所做的选择 会令他付上多少代价 让他可以开始迈向成熟 凯斯应该让儿子看到 他们是想法不同的两个人 他不同意儿子这样虚执人生 但同时也让朗尼看到 他是这样的关心儿子 希望朗尼得到最好的一切 当你继续对孩子设立界限 他们就会真的感觉到更有安全感 更加被爱 而不是更少 他们知道 你尊重他在某些范围内 自己选择道路 也知道你会指导他 并和他一起培养这种自主能力 若你在告诉孩子实话时 觉得爱心不见了 或在亲近孩子时 觉得说不出实话来 你就要开始努力学习 对上帝和对生命中有关系的人 做个忠信诚实的人 这样的话 虽然好人会更加亲近你 和更爱你 那些不好的人 很有可能就会走开不听你的 但要记得 在上帝的属性里面 爱和真理是朋友 公义和平安 彼此相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